今天是父亲节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作为一帮弟兄 表达我们的心声 很感谢大家的忍耐 我们又唱得不好 有时候讲了又长气 男人是不讲话 因为讲话就讲到收不了口 父亲节很特别 你有没有发觉 父亲节和母亲节很不同 有没有发觉 父亲节通常都是比较 相对是冷清一点 这个反映 人多数都是比较重视母亲节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一般人都会觉得 妈妈比较伟大一点 同不同意吗 的确是 他生了子女 怀胎十个月很辛苦 所以父亲节应该要 好像刚才的弟兄说 应该要多谢我们当中的妈妈 给点掌声在座的妈妈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 所以因为正正这样 父亲是没有这些经历的 父亲不会怀胎十个月 没有这些经历 所以难怪做子女和妈妈的关系 通常都会亲密一点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就是妈妈和子女的关系 是比较自然的 不需要特别做什么 就很亲密的 很容易的 但是呢 爸爸呢 你想做一个 和你子女的关系很亲密的话 你是要刻意去经营的 行不行 所以马拉基书那里 就说了一句说话 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 这里强调一件事就是说 两代之间的关系 必须要复和修补 但是特别是说爸爸呢 一定要采取一个主动的角色 做爸爸今天真的不容易 对吗 同不同意 要做一个好的爸爸呢 是更加难的 有时我们经常说 知道和做到 已经不容易了 对吗 我知道 我知道要做一个好爸爸 我知道要陪小孩 我知道要给他时间 但是做不做到呢 很多时候未必做到 知道不等于做到 对吗 而今天我们说要做到之外 不只是做到 还要做好 就是说知道 做到 做好 可不可以一起说 知道 做到 还要做好 是不是更加大的挑战 爸爸的角色 和责任 很多人都会说 就赚钱 是不是 公书教学 但是其实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我们有没有想想 能够为到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下一代 提供一个 很温馨的一个环境 有爱和接纳 给到他们有安全感 建立他们一些正确的价值观 给到他们一些信心 和一些责任感 爸爸很重要的是什么 做榜样 刚才弟兄不是分享见证 你做什么 其实我们做什么 做爸爸的 儿女是看到 而且会学的 好的学 不好的一样会学 是吧 我们会成为他们的榜样 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我们如何带领我们的儿女呢 有时知道了 但是做不做得到呢 做不做得好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特别做爸爸的 其实真的有很多苦处难处 有时有很多限制 很想做但做不到 很多压力 很多辛努 回到你放了一根很累的时候 你的样子就目无表情的时候 就会被你家人说你什么 哇 刻起了一块面 好 到你们很开心的时候回到来 哇 很想跟他们分享开心的东西 七情上面 接着他就说你 哇 这么浮夸的 有时都要做人很难的 做爸爸呢 特别有一件事最难的是什么呢 你的形象呢 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呢 不是我们自己去建立的 你知不知道是谁建立的 是妈妈建立的 妈妈通常跟子女说 你再胆了 你再胆了 你爸爸回来你就知死了 谁建立过的形象 是妈妈建立的 所以各位弟兄 各位爸爸 如果你想子女对你有好的形象呢 你要落点功夫 在你太太的身上做多一些好的东西 那你就会有好的形象 在你的子女心中 那我作为自己都有三个子女 一个的爸爸 想起二十多年 我最大的女儿都二十六岁了 想起一颗眼泪 很多时候过去的日子 很多的担心 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挣扎里面 都不能够数算 因为就算太多 这些经历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说 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我1988年结婚 数一下就三十年了 最近又再提醒我 因为我们搬屋 我要去换衣服 买一张新床褥 原来我才发觉我记得 原来我这张床褥是用了三十年了 很厉害的 很长情 还可以用的 不过算了 足够了 还是要换了 我1988年结婚了 我们1990年信耶稣 最初我们不敢要小朋友 因为我们觉得很大压力 自己两个都搞不定 分分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分开 又怎样搞呢 又不想连累下一代 又不想自己有父女 所以于是不敢要小朋友 但信了主之后回到教会 看到那些小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可爱 你有没有这么留意 回到教会 那些小朋友特别什么 特别可爱 于是乎我就见到 真的很喜欢了小朋友 加上那时候 那些领袖 长老就是 Hugo有三个女儿 王医生有三个子女 樊哥有两个 我觉得我很羡慕 原来有子女是这么开心的 这么好 所以做父母 于是我们就计划 我们有小朋友了 1992年开始 刚刚坏了第一个 准备要生 好景不常 刚刚那年 章要生孩子的时候 战斗已经辞了工 想着转做全职妈妈 可以全心照顾家 又可以在教会里面 帮忙服侍 一片好景的时候 突然间公司 因为生意上的拍档 就亏空了公款 就走了老 公司欠了很多债务 经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困境 当时很挣扎 因为信了主两年 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 怎么解决呢 最后我们祷告里面 神就鼓励我们要凭信心 这个就是一个考验 一个信心的考验 结果就是凭信心 我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将要做爸爸的男人 我就说主好 我就一灵承担 我就成全 我太太神在她生命的枯照 她是要出去做全职妈妈 要做服事 就去吧 就凭信心 走到第一步 当女儿差不多大 她的女儿差不多到未够一岁 那时太太的姐姐就要移民 去了加拿大 加拿大 她那边又没有朋友 没有亲戚 什么都没有 在那边准备生孩子 谁知道她有感动 就说那里没有人没有什么 很有感动陪她过去代产 一去不是去几天 是去一个月 那时我大女儿还很小 那时我唯有变成带子红狼 除了上班 去聚会 那星期日就要帮她回教会 要学习做一个兼职的妈妈 但是很多东西不懂 因为以前有太太做 有工人帮忙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懂做 但是不懂可以学 是不是 跟介绍我说 不懂就可以学 不懂可以学的 就是这样学做 开始 到94年 当我们有第二个BB 转一托着BB 几个月的时候 发觉原来她同期 在卵茶里有个水流 越来越大 BB一路大他又大 医生说不行 有危险 会影响胎 甚至会影响妈妈 有性命危险 一定要做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 十几天都在医院里面 每天都在这 经历很多过程 就是什么 排斥 就好像作小产 很不容易 那段日子心力交水 都都好了 都安然度过了 出生了 所以女儿都叫做安然 安然出生了 但是四个月 她又肺炎 又进了医院 又一个多两个星期 那段时间 心力交水 出院后就好了 然后开始 在大大的过程里面 她就很扭认 不知为什么 最喜欢半夜 哭到不停 就是你不用睡了 那时候连祈祷都没力了 累得 人是连祈祷都没力了 甚至有一次 两夫妇 抱着大家一起哭 哎呀 为什么女儿这样 好痛苦 不知怎样做 作为一个男人 我都 作为一个爸爸 我都不知怎样 可以帮到我的女儿 但是这样又过了一段日子 到第三个儿子出生了 然后开始长大了 她两岁多的时候 一次就在泳池游泳 游泳游泳衣室的时候 特别玩 线手捉不住那些扶手 就跌穿了头 跌穿了头 就是送去人制 急证室 那天我刚刚在深圳做事 一收到电话 马上赶回来 去到急证室的时候 其实一直等 你知道急证室等很久 她已经哭乱了 累得睡着了 我要接手了 抱着她 那姑娘说要帮她乱针 睡了觉 就不用打麻醉药了 那我就抱着她 看着她 那姑娘一针一针 在她头皮那里 在那里穿那条线 就是你作为爸爸 看到的时候 他睡了觉不知道 不痛 是我看到她的心很痛 就是做父母就是这样 到了01年的时候 有第二个女儿 真的很多事干 她又发现她有种忠意炎 影响她的听觉 不知怎样 开始 有些问题 医生就说 喜欢炎 去人制体 就说她要做手术 怎样做手术 刀穿个耳膜 抽那些笼 但原来一听到 刀穿耳膜 就说有些人是生不得的 就是说你洗澡 花灑 会湿了水 会再发炎 而她最喜欢的游水 不行 不可以游水 所以我们在那里挣扎 做手术好呢 她这么小的时候 怎样呢 在那里挣扎的时候 不如再去看一个专科 去确诊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要做手术 谁知不去看游泳 看一个很出名的耳鼻喉专科 看完之后 告诉她的情况 她就怎样呢 拍桌上罵我 你怎样做人家老爸的 你想害了个女儿 医生叫你做手术 你不跟她做 哇 如果你做老爸 你听到会怎么样 哇 有没有爸爸想害自己的女儿 有没有 没有来到 就是不在 没有人敢做 但是 你作为爸爸 你在医生面前 被他这样说 他说话 心碎了 哇 很痛 很难过 我怎样会想害了个女儿 最后 我们都决定不了 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信耶稣 我们可以祈祷 我们有家庭祭坛 祈祷 我女儿经历了 我之前也有讲过见证 她经历了 就是神跟她说 你乖了 我医你 真是不经人手 主医治治好她 完全医治好 而且她的耳朵比以前更灵敏 听话 因为很大的恩典 到他们长大开始读书的时候 都经历了很多 不容易 有一次 我 阿尽也没有空 我带她去家长会 去到学校 听完讲座 接着就分班 回去见老师 就是逐角见 入到那个班 那时是幼稚园高班 她说 分班什么组 有些是青蛙组 又不知道什么组 我就想想 我女儿哪组 糟了 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以前的东西 全部交给太太 手冊什么东西 学校的东西 全部我都不知道 我就很尴尬 去问老师 结果 那次之后 我就跟自己说 我说不行 原来我真的做了缺席爸爸 我就要 要什么 以后 我跟太太说 以后 所有家长会 我去 我主要我自己说 我要去 拿成绩表 见家长 全部我去 我发觉 原来 今天 如果我回头 如果能够 可以从头开始 给我一个机会 我 我寻愿从头开始 没有 这个世界很多坊间 很多书籍教人做妈妈 是不是 但是男性的书籍多数是什么 那些色情罕物 就多了 所以很缺乏的 爸爸是很缺乏的一代 所以我们 到我们成长 我们做爸爸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 有样学样 我们爸爸怎样 我们就学 有些时候 甚至比我们爸爸更差 为什么 因为有些爸爸 我们听过一些例子 我们都辅导过 那些家庭是这样 那个爸爸烂倒 那个子女就很受痛苦 是不是 就发誓 他说 我怎么都不要像我爸爸 但是结果到他的时候 到他做爸爸 他比他爸爸更烂倒 喝酒都是于酒一样 是不是 都是这样 所以今天 是没有人教我们 怎么做爸爸 很痛苦 但是 感谢主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有一本 圣经 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 所以神的话语很重要 跟旁边说 神的话语很重要 我们看一段圣经 以不所书第五章 十五到十一节 这段圣经就是 保罗如何教导我们 可以形容在今天 如何作为父亲的提醒 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 以不所书第五章 十五到十一节 预备起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众词 灵歌 彼此对树 口唱心和的 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保罗上在这里说 提醒我们有几样东西 今天很多的父亲 有很多血欠 特别有这四样东西 第一 没有方向 第二 没有时间 第三 没有知觉 第四 没有得谈 怎么没有得谈 第一 没有方向 什么没有方向 第十五节那里 保罗说 不要做愚昧人 不要像愚昧人 什么愚昧人 就是笨 蒙茶茶做人 很混乱 没有方向 万无目的 今天我们很多父母 这个社会 很多父母 真是很蠢 以为什么 赢在起跑线 但结果就是什么 输在终点线 搞错了 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里谈慎行事的意思 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要小心你的脚步 不要走叉踏错 不要走歪路 不要当失路 因为神其实有指引给我们 不过我们不跟着走的时候 就会当失路 大家以前有去过旅行 现在有流行 以前去旅行 是什么 跟团的 跟团有一个领队 大家记不记得 有领队是做一件什么 他会拿着一件 拿着什么 骑仔 是什么作用 让人看到 就算走远了 走开了也好 当他看到骑仔 他就知道什么 要回去那里 行不行 这个就是说的方向 指引 如果你不是跟着 你喜欢自己走去的时候 就会当失路 今天我们人生很多时候 就是走失了路 特别是做爸爸 因为我们有个角色是做什么 做带领的 如果我们都没有方向 如果我们都没有迷失了的时候 我们的家人就怎么样 跟着我们一起迷失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要小心 要看清楚那幅地图 不要走错路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幅地图 就是什么 属灵的地图 就是圣经 神的话语 神的指引 是很清楚的 所以今天你面对这个世界 很多 很多次是如非的事 是冲击着我们的 这个世界价值观教我们 特别是家庭婚姻 他说 婚爱情 无可避免的 婚前性行为 就是无相大雅而已 小事而已 白头到老 不合事宜了 过时了 有个人就是 慶祝一对朋友 结婚五十周年 买张卡 五十周年送给他 问店员 为什么找不到 没有的 他说 当然没有了 哪里有五十年的 五年都嫌多了 现在的人 同居 无所谓 这些摩登玩意而已 是不是 顺服丈夫 说笑吗 这些所有 这些一切世界的价值观 其实就是透过 很多不同的传媒渠道 潜移默化地 入侵了我们的社会 不知不觉 摧毁了很多家庭 拆毁了很多婚姻 兄姊妹 如果今天我们 只是单单靠礼拜日 你来坐在这里 听一个钟头 你是没有办法 能够 帮助到我们 走一条对的路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 认真在神的话语上面 Amen 因为唯有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生命的标准 和指引 Amen 跟旁边说 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生命的标准 和指引 所以如果我们 不要做这个愚昧人 不要做愚蠢的人 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 如果不是我们一定会走错路 有神的话语 我们就有方向 就不会走歪路 Amen 第二 除了没有方向之后 没有时间 第16节 他说 要爱惜降音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爱惜降音 其实是讲时间 但时间 在犹太人来说 他有两个解释 一个叫Kronos 即是说时分秒 今天现在是12点12分 6月17号的12点 早上的12点12分 这个是时间 时分秒 但另一个叫Kairos 是讲机会 一起讲机会 今天大家坐在这里 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你可以经历神 你可以选择 我不要这个机会 我做别的东西 我去喝茶 我去睡觉 我去做其他东西 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 自由选择 但你就失去了一个机会 去经历神 Amen 因为神是给我们机会的 而且神很公道的 神很公道的 神给每一个人 都有24小时 对不对 同不同意 但这里说的时间 不是只是讲这里 是讲我们 不是只是说 你要爱惜降音 是真识的意思 这个用词 是一个商业用词 是你懂得投资的意思 就是你懂得 运用你的时间 能够把握这些机会 去做到 你应该要做的事 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 有24小时 个个都公道的 神不会比多 不会比少 神不偏待日 个个一样24小时 但你怎么用的时间 很重要 如果今天 你用了十几二十个小时 做一些无谓的事 不应该的事 你就变成血本无归 这个就是讲投资 圣经这里 保罗就是讲这一件事 今天这个世代很邪恶 让我们不能够专注在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 很多爸爸就说 我过着找食 哪里有时间在你家 哪里有时间给子女 但你看清楚一点 他们不知为什么很忙 都有时间去打麻将 有时间去打麻将 有时间去上网 有时间去跟朋友 去酒吧喝啤酒 吹水 你问他 没有时间 很忙的 你叫他来教会 他很忙的 没有空 但他有时间去做那些事 其实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他看重什么 不是没有时间 是他看重什么 同不同意 所以今天很多 有一个统计就说 今天平均每一个的爸爸 每一天 爸爸只是32秒的时间 跟他的子女可以聊天 我想问大家 32秒就是多久 就是32秒 就是半分钟 你想想 半分钟 今天很可怜 所以为什么难怪 我们的下一代 好像感觉到有爸爸 好像没有爸爸一样 就是absent father 我们的英文 中文的译法就是 鸭臣爸爸 是不是 就是缺席的爸爸 经常都说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 只有一类人 是没有时间的 问题是我们怎样用 我们的时间 弟兄们 爸爸们 不要轻易给这个世界 抢走我们的机会 Amen 陪子女的机会 建立关系的机会 去分享你的需要的机会 第三 没有知觉 第十七节 他说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这里的意思 糊涂人是什么 不解 不解 不善解人意 不体谅人的感受 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 没有知觉 很多爸爸都是的 那些子女啊 太太 走来 跟他说一些问题的时候 哎 怎么这么笨的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有很多时候 他忽略了一件事 对方的感受 其实他说的问题 不是让我们解决的 其实很多时候 你问一下丈夫 是不是 你问一下太太 是不是先 你跟丈夫说的东西 是不是十样东西 都叫他帮你解决的 其实不是的 他想伸一下 是不是 但是丈夫就懒得了 是不是 没有感受 别人的感受 就是说了 这么笨的 这么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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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就是什么 嘿 都免得跟你说 关系就没有了 原来他感受不了 家人 特别是子女 都是有种需要 可能子女 走到来的时候 哎 这么这么 这样的 这么麻烦的 是吧 哎 真是后悔生理 生油叉烧 生理 说的那些说话就是什么 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 很多时候 我们都犯了这些东西 所以爸爸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 给人的感觉就是 没有知觉 是不是很麻木的 是不是很酷的 是不是很酷的 是不是只是自己一个的 第四 没得谈 刚才说过了 没得谈 有时候我们对人 就很敏感 男人 对爸爸 但是对神 就不敏锐的 神是我们做一些 我们没有做 所以这里保罗就说 不要醉走 因为走能使人放荡 要被圣灵充满 这里就是说什么 被圣灵充满 就是被圣灵掌管 因为你自己走自己的路 因为你让神带领走这条路 为什么用醉酒和被圣灵充满 去比较 两边的外表表征都很相似 醉酒和被圣灵充满 不是受自己控制 有些男人就是平时不说话 但是一喝了酒 就有很多东西说 你有没有见过 有时候他们不懂得说 那些什么英文日文都要说 你不知道为什么 喝了酒之后就大胆了 平时没有东西说 没有办法谈 但是一喝了酒 就有很多东西说 但是这里的圣经说 不要醉走 是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被圣灵充满 就是被圣灵 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并且这里说了一样 后面他说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 又要彼此顺服 其实在说什么 男人因为很喜欢自己一个 一有问题 就要躲在一个山洞里面 去解决 他不懂得去找人 也不懂得跟人分享 所以这里解决这个问题 帮助男人成长 就唯有建立关系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MIG 我们的弟兄小组就是 帮助我的弟兄 有时候跟太太说不了 跟儿女说不了 跟同事说不了 但是能够在主的里面 我们弟兄一起同行 一起彼此分享 一起鼓励 一起祷告 经历神 Amen 这里就是说这个关系 原来男人 原来弟兄 特别是做爸爸的 能够懂得跟人分享 是一个健康的生命 Amen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常常说 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代 据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医学院 他做了一个 几年前做了一个研究 他说在美国里面有五种死亡的原因 包括了什么 精神病 高血压 恶性肿瘤 即是癌症 心脏病 自杀 其实这些五种的原因 死亡的原因 不弱而同 都是跟什么 缺乏父亲亲密关系 就是没有父爱 是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为什么 那些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得不到父爱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被装备 去应付他日后生命里面 面对所有的压力和困难 就形成了一个结果就是 那些的疾病 最后就是死亡 美国今天最大的邪恶黑暗 不是恐怖分子 是没有父亲的一代 带来那种的影响和伤害 是远超过恐怖的襲击 今天所以这个世代有一种迫切性 是要呼吁所有的爸爸 是所有的爸爸 要起来承担做爸爸 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和责任 Amen 昨天我在年轻人的聚会里面 我分享完 最后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我们都很明白 因为你们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 其实我们都是 何尚不是 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一代一代 都是没有父亲一代的 很缺乏这个真正的教导 所以我向他们代表他们的爸爸 向他们认罪 我说第一 我们要承认 我们真的没有花时间给我们的孩子 经常缺席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以为只是单单 赚钱养他们就够了 没有细心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 并且把一个陪伴孩子的责任 交给他们的妈妈 没有给足够的肯定 欣赏和鼓励他们 反而反而反过来 一有些问题 就责备 埋怨 甚至没有伤害他们 我们做爸爸 没有做好一个好的榜样 去表达那种的爱和关心 给我们的家人 又容许了外边很多不良的资讯 和价值观 去扭曲和污染了 我们这群孩子的身心灵 没有将正确的真理去教导和保护他们 我又请求他们接纳我们 原谅我们作为爸爸的 我们不懂得这么做 求他们谅解我们都不懂得做爸爸 因为我们本身在我们的成长 都没有人教我们做爸爸 从今以后我们说 我们不再有任何的藉口 没有时间 我们做不到 去推卸我们应该负的责任 兄姊妹今天 求神来医治这一代的爸爸 Amen 在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的组织 叫做Promise Keeper 守约者 在1990年的时候 有一个创办人 他看到当时的世代 在美国很多家庭就是这样 没有父亲一代 那些男人去了哪里 究竟他们在搞什么 出了什么问题 如何能够帮助他们 于是神感动他成立了一个 这样的组织 就是他每年呼吁那些男人 就在不同的城市 一些大的球场 那里聚集 一起去分享 神在他们生命的见证 就是借着这个运动 1990年到今天 二十多年 拯救了改变了很多美国的家庭 因为那些爸爸起来 愿意悔改 因为我们经常说 男人肯悔改 就女人脱腐害 这些家庭改变了 他们就是常常走在一起 弟兄之间给予此鼓励 给予此建立 在他们的组织里面 他有七项的承诺 就是你参加这个运动的 七项的承诺 第一 他说你要倚靠圣灵 顺服基督 荣耀天父 第二 连结弟兄 彼此帮助 毁身同行 第三 持守圣结 战胜情欲 第四 坚固婚姻 建立健康家庭 第五 尊重牧者 毁身教会 成就异仗 第六 揭力保守合一的关系 第七 遵守大戒命 完成大使命 就是他们 他们的基本的价值观 他们在推动一个 男人复兴的运动 改变很多家庭 虽然美国 叫做基督教立国 但其实已经扭曲了 变了 但是神没有忘记这个国家 神仍然在兴起一帮爱主的 Promise Keeper 一帮男人 守护着美国很多的家庭 Amen 今天在香港 我们都要 Amen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代 是很需要 爸爸的起来 所以 最后 我很想邀请 我们的爸爸 弟兄 一起起床 好吗 邀请你站在前面 好吗 我们一起去主的面前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邀请你出来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所有的弟兄 无论你是否做爸爸也好 你是弟兄 有一天你都会有机会 做爸爸的 不要紧 或者你的子女已经大了 我的孙子很大 不要紧 你今天是男人 是弟兄 我鼓励你出来 我们要一起去主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重新和主立约 说我们承诺 我们将我们的家庭 献给主 Amen 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弟兄们 男人们 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我们必须要倚靠 我们的位天上阿爸父 Amen Amen 我们有位天上阿爸父 他会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 主说他会帮我们 你愿意回应吗 你愿意回应吗 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你愿意回应吗 Amen Amen 告诉主 主我要成为一个熟神的男人 我要成为一个熟神你的爸爸 我要带领我的家庭 走在神你的心里 Amen 所以我们一起开声祈祷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我们一起 我们祷告 我们祈祷 和主立约 主 多谢你 多谢你 减选我们成为男人 姐妹们不要走着 我们需要你的祈祷 请你起身 请你从你座位起身 伸出你的手 围到前面这帮弟兄 这帮男人 祷告 他们的变成点 是和你们都有反的 有关系的 很需要你们的 我们的弟兄很需要大家的 Amen 所以弟兄们我们开箱祷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去到主的面前 和主立约 主帮助我 主我要在你面前 我要回应 我要成为一个 合理心意的男人 我要成为一个 合理心意的爸爸 主要我要带领我家庭 行在心意里面 主要求你来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会做男人 我们承认我们不会做 主要唯有你 你是我们 阿爸天父 你会帮我们 你会改变我们 你会建立我们 你会首先来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生命里面 很多破碎 很多伤痕 受了很多委屈 受了很多委屈 是的 主我欢迎你来 触摸这里 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男人 Hallelujah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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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